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一病除了 是 总组 失望这次 你不要再让人失望了 你们魂殿 到底要从萧家找寻和物 不该你问的事情 还是不要问的好 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没什么好处 休省走 放箭 别说了 干掉他们 救命啊 若不是为了帮萧家 云兰宗又怎会对我们米特家族下手 看 得罪了云兰宗 就是这番下场 杨伟长老 都什么时候了 说这些有用吗 不对 不对 拼着冲锋 还冷 米特尔家族的祸事 因我萧家而起 你们将我和萧家一半族人交出去 云兰宗想必会就此罢休 只要能给我们萧家留一些血脉 就够了 好 年纪不大 却有绝对理智 萧家有此人才 不仇不兴旺 只是 可惜了 云兰宗对我们出手 难道只是为了萧家吗 之前我就联系过皇室 纳兰家族和牧家 可他们 好 放心 凭了这条老命 老夫也会保你们无恙 海老 您还在等我三弟回来 我对那小子 有信心 嗯 什么事啊 让米特家族 交出萧家与念 否则 灭族之时 就在金智 两个洞房 龙山 雅飞 你们带人拦住其他人 他们 交给我 雅飞 你带着萧鼎去守住内院 这里若是被攻陷了 你们便是萧家人 最后的防线 是 云兰宗 和你们拼了 白波东 不要再富于顽抗了 凭你一己之力 还想力挽狂澜不成 石像点 交出萧家残党 云都云叉竟然也进入窦黄界别 不过 他们的气息并不稳 难道云山用了什么秘法 海波东 今日你究竟交不交人 云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丢尽了历代云兰宗宗主的脸 想让米特尔家族 云山他不配 云兰宗众弟子听令 血洗米特尔家族 冠� 更药兰宗 药兰宗主席 堂山 你的对手可是我们 原浮原血 没想到连你们也来了 宗主对你们米特尔家族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抱歉 我们只能奉命 好 好 今日就算我米特尔家族难逃大难 也要让你云兰宗伤筋动骨 海波东 云山宗主对我们有再造之恩 他要铲除米特尔家族 纳米们就必须死 何必与将死之人废话 杀 我们只计 你上 万花兵精 太爷爷 我们真的不出手吗 哎呀 优异 你也知道 云兰宗如今的实力 若是惹怒了云山那家伙 可太爷爷 云兰宗的野心 绝不会止步于米特尔家族 我们现在不出手 作识米特尔家族被清除 日后恐怕皇室 云山你是斗宗 再看看吧 父亲 再不出手 必须等 希望日后云兰宗 能看在燕战的份上 放过我纳兰家 族长 破旗舰已经不足百迟 这里快要守不住了 全部都给我用上 没想到云兰宗的人来得那么快 萧家还来不及转移 我就是萧家最后的防线 想伤害我的族人 除非 躺在我的事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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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兵龙翔 拳兵龙翔 去 没想到云长和云渡 星儿已经强盗能和海老战而不败 龙山 投降吧 念在相识多年 我们会却宗主少拟命 毕特尔家族虽然爱钱 却从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要死 也要拉上你们两个电背的 冰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 大长老 我们要输了 云刹长老 云渡长老 我们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海波东 也死定了 海波东 要输了 海波东 小心 云南宗之事 你也敢管 找 快躲开 队下究竟是何人 还请报上鸣耳 三年不前 没想到云南宗最擅长的事 仍是一步牺手 这位朋友 不要以为我们四人奈何不了你 你便可肆意妄为 在这加玛帝国 不过 还无人敢挑衅我云南宗 藏头鹿尾鬼鬼祟祟的 可不是高人所为 三年 三年了 三年了 你首任云山 我怎么会轻易死去 哼 汪汪的小子 要对付你们 何须宗子动手 我们早就防着 为我开眼的家伙暗示 萧嫣 小心点 realtà 是我 不管inaire 轻轻的 他是发现了 不能离牙 你 那是 真没想到 他竟然还真的回来了 云兰宗的野心 怕是没那么容易实现了 妖医 今日过后 加码帝国与云兰宗一战 是迟早的事 与硝烟多接触 务必让他对我皇室有好感 是 太爷爷 我建议 现在立刻调动军队 驰援米特尔家族 现在出手虽晚 算不上雪中送炭 但总比事后再示好 更有诚意 那么多斗王 小爷 这些都是你的人 我不过是 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罢了 两名斗王 七名斗王 很好 没想到刚一回来 云兰宗便奉上了这般大礼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你想干什么 一个不留 是 硝烟 想要将我们一口吞下 就怕撑死你 平安宗弟子听令 平死一战 就算拼着最后一人 要将那米特尔家族 给我号称废墓 平安宗弟子的对手是我 二哥 跟我来 组长 快走 雅妃姐 三年不见 月光漂亮了 你还舍得回来啊 这三年为了萧家 辛苦你了 对了 你大哥在那儿 大哥 大哥 你的腿 好小子 可算是回来了 大哥没事 不过是腿中毒 瘫痪了而已 手和脑子都没事 倒是你小子 那怎么短短两年时间 竟然晋级这窦王截灭 这当然是三弟的功劳 不然以我的天赋 最多也就窦灵而已 大哥 这些年 苦了你了 苦的不止我 这三年你又何尝不识 父亲说得对 你就是萧家和父亲的如药 大哥 以后我们萧家 不会再受任何屈辱了 嗯 雅妃姐 让你的人退后 这里 就交给我吧 快撤 千万把二家同城 速速退去 去吧 知道什么 要儿子 是的 我们特劭 这个家伙 不再是当年那个心思手软的少年了 这样对他来说 反而算是好事 快倒啊 我可不想死 快 云兰宗不顾律法 在帝都聚众犯事 全部带走 不知该叫你颜潇先生 还是萧炎先生 妖业公主来了 雅妃姐 抱歉了 本想尽早赶来 不过 调动兵马耗费了一些时间 萧炎先生 我代表太爷爷 好 抱歉 现在没时间与妖业公主续救 大哥 雅妃姐 我先过去看看 海老 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发了吧 嗯 我看过去 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发了 我都会被他们打发了 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发了 都是与伤手的 我不是在干嘛 我不是在干嘛 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发了 我不是在干嘛 我不是在干嘛 有什么时候 啊 白波东 你多敢杀我们 我定会血腥米特尔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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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气息怎么可能 禀宗主 陨妇等七名长老的魂牌 刚才突然全部爆裂 怕是凶多吉少了 云都云叉两名窦皇也陨落了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两名窦皇强者 还有九名窦王呢 这帝国之内 还有哪方势力有本事吃掉他们 绝不可能是米特尔家族 是啊 难道是三大家族和皇室联手吗 是萧家那个不要命的回来了 萧炎 怎么会是他 他还赶回加玛帝国 他们是死了吗 就算还活着 也不可能斩杀云都长老他们呢 从先前那股气息来看 他至少也有窦皇级别 当年本宗太过小看他 让他给逃了 这一次 定要斩尽杀绝 传令下去 从现在开始 云蓝山进入最高级位 任何私床者 杀 是 云蓝山的云蓝山 不知情何时提醒 萧炎的小子在黑角 疑惑的风声吹起 这次 云蓝宗的麻烦可不巧 本宗要杀他 亦如反掌 等我将他擒住 会让他事事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不管你与他之间的恩怨 这萧炎回来得真好 免得我们还要去黑角玉寻谈 不过 听说萧炎体内 有着药尊者药臣的灵魂体 到时候 药臣教给我们的队 你只能形成萧炎 放心 我会把萧炎的斗气废掉 再交给你处置 最后不要去迷迷 不然下场恐怕会格外凄惨 都没有 几个人 没事了 我们赢了 是萧炎 你的儿家座赢了 家座赢了 我们赢了 走 走 快走 快走 海老 这三年 多谢了 你这小子 离开三年 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 当年小子答应你老的报仇 扑灵子弹 他能让你恢复巅峰实力 还请见谅 这梅丹药 拖欠了三年 这一天 我也等了三年 亏你小子还记得 除了这次被杀的云叉和云都 云兰宗 恐怕至少还有不下三位兜皇 经过探查 云兰宗内有着别的神秘势力 或许这便是他们 强者众多的原因 魂殿 除此之外 最头疼的还是云山 光凭我们这些斗黄 恐怕 光凭斗黄 确实不能掀翻云兰宗 朱莉好像没有草药 美肚杀女 不准再偷拿别人的药材 否则马上把你送回去 这个 刚才你们打得激烈 我便带着紫言到处转着 偶然间 发现了些好东西 抱歉了 海浪 他们俩竟然将主意打到米特尔家族身上来了 没事 既然喜欢 那便送给美肚杀女 小子 你有了美肚杀这张底牌 但云山不足为惧 这尊大神太难行动了 还是别对他 抱太大希望 云山我会来出手对付 至于他吗 看他心情吧 既然要对付云兰宗 那这几日 我们尽量与纳兰家和穆家 以及炼药师工会和皇室取得联系 尽可能邀请他们联手 毕竟伐马 嘉兴天 势力都不俗 我们几人联手对付云山 比你的成功率还是大一些 三弟 海浪的建议不错 想要清除云兰宗 光凭你的人手还远远不够 联手更为妥当 少爷 你与云兰宗的恩怨 打算如何了结 不死不休 我要云兰宗 在夹马帝国 彻底消失 水尼云兰宗 海浪的汤 海浪的线 海浪的灑 宗主已是斗宗强者 日后成就不可估量 云兰宗在宗主的带领下 想必会越发昌盛 硝烟那小子 与云尔关系暧昧 如今知晓我许晓的这桩婚事 恐怕今日便会杀上云兰宗 我不会让任何人 破坏我和云云的婚礼 宗主 今日婚礼之后 还请解开云儿体内的封印 我想带她出去走走 到时候 她若是想通了 便能理解宗主对她的苦心了 这是自然 毕竟云儿是我一手养大的 我也希望她能幸福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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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舍地竟云云进来出去 我这么做 不过是想借这位 丹王之手消耗硝烟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 我们便能坐手渔翁之力 这倒是无所谓 不过你可别把骨盒给弄死了 看着家伙的灵魂力量 定然又是一个优秀的灵魂体 顾河身为六瓶莲药士 对我云蓝宗的好处极大 怎么 你还不乐意 云山 我还便能让你从当年冰死的地步 达到如今的斗宗实力 那便能再次让你一无所有 记住 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魂殿赐予的 魂殿对我有大恩 我自是不会忘记 既然魂殿对骨盒有兴趣 那等事成之后 任悟护法收走他的灵魂便是你 云山宗主果然失识我 那半护法 就等着看着一出好戏吧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蓝宗真是大手笔啊 没想到那么快啊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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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到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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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请 今日本宗主在此宣布 将爱图云运嫁与丹王骨盒 即时已到 大婚开始 一拜天地 慢着 云山公主 何必如此嘲急 今日办的是喜事还是丧事 可还没定义 萧颖 你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还敢再次大放厥词 你不过是一只丧家犬 就算赔上整个云兰宗 也难以起刷 家行天 怎么 你也站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那边了 你云兰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还把我们当嫂子吗 好 好 好的很 既然你们有这般胆量闯我云兰宗 那今日便都留下吧 你为何总之正在意消炎 你为何总之正在意消炎 消炎 今日是我大喜之日 已经率人上云兰宗捣乱 未免太过嚣张 未免太过嚣张 哼 云兰宗毁我萧家 便不嚣张了 云兰宗强行剿灭米特尔家族便不嚣张了 好 既然你云兰宗敢嚣张 那我消炎 有何不敢 你 怎么敢 这也太大了 我与云兰宗不死不休的生死之仇 今日前来 便要彻底了结恩怨 你以为云山是真想把云玉嫁给你 哼 他不过是为了拉拢你这位丹王 以及你身后的势力罢了 是啊 是啊 那又如何 我真心爱慕云啊 也愿意为了他 加盟云兰宗 云山的云山 为了拉拢强者 你竟对自己的弟子都用这般威脸手抬 当真是一位死尸啊 当年让你侥幸逃脱 这次我定会抓住你 把你的舌头连根拔了 宗主 今日之事与我有莫大关系 此人请交给我 这广场上有不少与骨河交情颇深的强者 若他有插手 其他人只怕不会凶手皇冠 是有些棘手啊 放心 这是我萧家和云兰宗的恩怨 所有妨碍我的人 都是我萧炎的敌人 即便是你骨河 也无例外 动手吧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加玛帝国最杰出的后起之秀 能强到哪儿去 十招之内 你若不败 我立马撤兵 不过 你若是撑不过十招 那今日我与云兰宗之事 你休得再插手 好 我骨河便应你之战 接你施赵 我要在他面前 将你击败 你击败 千焰剑纲 小妍 如果你没出现 那今日 我便能得偿祷愿 不过 既然要败了你 就还来得及 你既执意要做云山的枪 那我自然也不会留情 我必须要败了 我必须要败了 有了四火消除 不和的占领 至少能媲美四五星动画 萧炎 已经八招了 八招以后 看来萧炎是赢不了 果然哪 也不过是个狂妄的矛头小 解决你 两招足够了 萧炎金也是豆黄 没想到能看到两个豆黄大战 虚张声势罢了 虽然战力堪比豆黄 可实际根本没有突破 想在十招内打败骨盒 无疑是痴人说梦 若如今还只能借他人之力的话 萧炎 萧炎 你的下场一定比三年前更惨 最后的仗 最后的仗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嗯 嗯 嗯 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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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拦住云瀾宗的长老们 不能让他们形成合机阵势 至于云山 就照硝烟说的 交给他吧 你赢了 云月 或许你的选择没有错 我的确不如他 云山宗主 孤河认输 必然要履行诺言 不再插手你们双方之事 至于这场婚礼 也请宗主撤销吧 告辞 你让我们离开了 那我们也 先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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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炎 我不得不承认 已知三年前你长进不少 所以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你活着下云蓝山 无愧是斗宗强者 云蓝宗众人听令 今日的入侵者 杀无赦 一个不留 是 云蓝 你大可不必说什么杀无赦 你害我父亲失踪 亏我萧家之仇 本就不死不休 混账东西 你该庆幸你爹没在我手中 不然定要好好折辱他一番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 老师 你 霓山 我们父亲到底在哪里 在一个你永远救不了他的地方 他在魂殿手里 是吧 你竟只想魂殿 想必是你体内那个灵魂体告诉你的吧 他竟知道老师的存在 果然有魂殿有勾结 所有弟子结阵是 你 你 就让本宗主来试试 你这三年长进了多少 天主三弦变 琉璃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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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